11月3日下午 廣東廣播電視台1600平方米演播廳的後台 被女編導、女記者、女化妝師、女選手、女舞蹈迫爆 因為這日粵語好聲音第六期錄製 嘉賓是陳曉冬 東東會令女觀眾集體失控是很正常的 畢竟很多80後的女生 小時候都做過一條選擇題 就是大過了要嫁給謝霆鋒還是陳曉冬呢? 在粵語好聲音的後台 東東接受娛樂沒有圈獨家專訪傾訴心聲 他感嘆入行22年有得著亦有遺憾 80後初戀出道太早略感遺憾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發達的粵語唱片工業 催生了閃耀的音樂和流行文化 寶麗金唱片選擇新人可謂萬女挑一 不僅外形、歌藝要極佳 更加重要的是他必須要有潛力 成為一個時代的icon 曾經一首栽培學友華仔、黃飛的知名歌唱老師大師聰 向唱片公司力戰自己的學生陳曉冬 當時與東東同期的學生是謝霆鋒和林鋒 沒有人預料到這兩位小師弟將來也會佔據香港娛樂圈的半壁江山 可想而知,陳曉冬資質突出,而且也很幸運 每人都有一個夢想,包括你和我都會有自己的夢想 都會有自己想追求的目標 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一定要付出努力 東東出道無奈,就在樂壇女奪大獎 並且做了電影男主角,引起一度直逼四大天王 我不知為何我可以站在這裏給你,希望你沒有介意 大師聰老師,也很感謝OPPO,還有阿萊,還有亭峰 亭峰小弟弟 其實,東東自小在美國讀書,成績也很好 但是為了做歌手,他放棄了美國大學提供的獎學金 未能繼續讀書 可能是遺憾嗎? 一點點吧 將來我的小朋友,我都會希望他可以 我會支持他讀書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人的知識 有時是你過了一段時間,很難保護 有些事情是我自己保護,我會失去 灰色的三年,當紅時期遭受打擊 在香港紅了無奈之後 陳曉冬出國語唱片,進軍台灣市場 夢幻的國語歌MV入面 東東清新的形象,亦都為他收獲無數粉絲 不過,陳曉冬並不滿足於做一位唱跳偶像歌手 因為其實我本身不喜歡唱跳偶像 但我們小時候都是看你的唱片 我很喜歡 因為如果有場地,我可能會做一部分 很開心 當時每一張唱片,陳曉冬在造型設計 歌路設定上都有自己的設想 我自己也聽過很多電子音樂 但是很難放在我們中文歌曲裡面 那個語言和聽慣歌的方式 你很難把電子舞曲真的做得很全面 1998年,陳曉冬和殷師大師中產生合約糾紛 最終以700萬港幣解約 隨後,陳曉冬和新一任經紀人梁少英合作 但是梁小姐就在2000年跳樓自殺 港媒描述,梁少英對陳曉冬感情深厚 而當時拍支才是陳曉冬女朋友 梁少英想不開所以自殺 對此,陳曉冬予以否認 總之傳媒的猜測就是沒有 不到我處理不處理 發生這件事,我怎樣處理 無法處理 連番的風波之後 冬冬和柏茲分手 他亦遠赴台灣和內地發展 事業轉型期 心境平和的中年男子 來吧,我說你嚇不出 你沒有面子 偷偷地去超級市場買一枝芥末 有東西擠下去 嘩,差有胃臭筋 兩行眼淚滴下來 經過自己的無論感情 無論自己個人經歷 你開始會懂得 真的懂得角色轉移 陳曉冬的這些否白 倒出偶像華麗光環的背後 是難以為人道的艱辛 陳曉冬承受著菲爾 面對轉型的困境 只能逼自己成長 誰要得知得怕 誰要得知得爛 能估計 到 Dó 是兩個小朋友的爸爸 在歷經娛樂圈各種是非之後 他的心境變得平和 每一次再出新歌 他都配家珍惜 而且感觸更深 其實有否理會自己的心聲 有點共鳴 但又不可以說是我的心聲 因為為什麼 因為收到的歌上很像 確實已經有了 一聽來就 十年前的我 一定不會成為人 對了 我這個 黃金組好 陳少俠 好多 我的麥克風大一點 他在外面可以光光 擔任粵語好聲音的嘉賓和評委 東東提前一天去演播廳彩排 在每個細節上都要求完美 在正式錄製當日 東東唱黑色領胎的時候 忘記歌詞 他亦主動要求重新開始 現場觀眾都為他的敬業而鼓掌 在陳曉東身上 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二十年前 講樂黃金時期的專業歌手 對音樂的專注和熱誠 有一部份的我 幾乎是一個電腦的 我有些東西我是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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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這樣才可以這樣 一定才可以這樣 我是一個歌手 所以歌手就是做歌手 其實是講這個故事給大家聽 用我的方法講這個故事給大家聽 一位偏偏少年 將他最美好的年華奉獻了給演藝圈 看著他力受磨練 由少年退變為中年人 的確是一件令人哀傷的事 不過幸運的是 浮躁的娛樂圈並沒有抹去他的率真 以及他對音樂的喜愛和執著 或者陳曉東未能成為譚校長 將學有這樣的歌壇巨星 但他是講樂商業化生產線入面 不會被遺忘的偶像 沒有一個明星可以獨佔幾十年的輝煌 但總有一位偶像會留下時代的印記 我們不再擁有十九歲的陳曉東 但仍然記得存錢買保麗金錄音帶 和CD的純真年代 午夜夢迴 或者我們會想起曾經的漫畫美少年 帶給我們那份初戀的季動 多謝你出現在我們青春中 變 你是路上唯一 我的觀眾 我寂寞面容 已戀中 難以自控 下午 有 下午 有 這個 還看萬千斯拉何台興呀 你就斗 brauch 一段時間都要掩著那個B字眼 然後自己摸到大一蛋 就可以封印著為物秀 為什麼 佳欣這個萬千model都羨慕的大叔 第一次來到中國舉辦 你看看這個青花瓷風靜的系列 是不是一種想用放大鏡去考古的衝動呢 還有這個永恆的Pink系列 看完都想唱 我是女生 Lindy 漂亮的女生 天啊 正所謂 人在江湖 身不屈 在仆家班的大家庭裡面 還有很多你們熟口熟練的大明星 在一次大病演出裡面 一開波就倒在地 不過演技同樣精湛的他 來一招貴地唱歌仔 繼續唱梅杜莎 真是梅杜莎 下次不要做拼命三娘了 有病就休息吧 細細粒的雙兆咸 一直因為太秀被稱為紙片人 所以一直都是仆家班的常客之一 在2010年上海細博會音樂盛典上面 就是這樣摸襯 這個畫面真是見者雙心聞者樂類 真是希望他有一雙隱形的志望 下次摸襯都可以馬上飛起來 最後也是最慘的 就是我們的周杰倫巴皮倫 在世界巡迴演唱會上面 臨床連臨兩旺 不知道是想和BB女玩sir滑梯 還是想和昆明BB玩跌落衣道呢 一摸再摸 摸襯請不須害怕 又摸加班 原來你不孤單 正所謂摸開有條路人生在世 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 如果是你不孤單 可能拍客人會有就走路 但是明星不孤單 會被無限放大 永無跌離 所以無論真跌或假跌 無論有意還是無意 當你看完摸家班的精彩片段之後 麻煩你 還是給點痛情心好不好 好啊 一前 演員金神在綜藝節目中 重演當年張芷兒在電影 失眠埋服中 跳舞的橋段 而經驗四座 大家都沒想到金神的武技這麼好的 看著金神的武技 連圓跳張芷兒都露出滿意的笑容 原來金神她就在北京舞蹈學院 2008年還參加過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舞蹈表演 不要以為跳舞跳得好是女明星之理 很多男明星都是跳舞高手 好似酸紅雷自小喜歡跳舞 讀書的時候 整天逃學去哈爾濱青年功跳舞 還拿一個全國霹靈舞大賽二等獎 不過看她當年這隻霹靈舞 又真的有點得人害怕 陪伴了大家一個季度的親子互動類節目 超級辣媽 終於迎來了本季的大結局 辣媽聖典 到底哪位辣媽脫穎而出 最終奪館 又有哪些明星大卡前來助興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 先帶大家一倒為快 就好像大家看到這樣 現場真的聲光奕奕 上面甚至現場走Cat Wall 都不差過維密的超模 看到我們台下的平衛 郭仙妮 佣永泉 劉詠 陳大卡都拍爛手掌 為了表張辣媽們對節目六隻的大力支持 珠光頻道副總金任永泉 以及超級辣媽祭片人劉永泉 為辣媽們頒發了優秀辣媽獎 作為獲獎代表之一的辣媽陳曉勤 她的獲獎感言 當然是說出了辣媽們的心聲 以前我們覺得媽媽是一個 旺麵婆 或者是經常照顧小孩的一個群體 但是想不到在這裡 媽媽可以發揮自己的才藝 我們可以玩得非常開心 可以那麼時尚 非常感謝珠光頻道 感謝超級辣媽 多謝主持人 辣媽這麼厲害 全江任永泉當然要向他們致敬 看到在超級辣媽的舞台上 有這麼多堅持的身影 這麼多優秀的身影 還有這麼多為了自己人生的價值 而不斷努力的辣媽 我覺得真的很驚佩 想知道哪位辣媽最後奪冠 助演嘉賓許秋怡、黃書琦、兩夫妻 如何耍狗糧 勁力家族主持天團的搞笑功力 到底怎樣 記得鎖定12月1日晚 10點珠光頻道的辣媽聖典 我們一起見證吧 藝術家的枯化基地 華南最高音樂學府 星海音樂學院近日隆重舉行六十華丹 六十年風雨兼程 六十年心火相傳 從1957年建考到現在 培育出一代代優秀的星海人 他們以音樂端粗靈魂 為展開我的音樂藝術做出構陷 而今天更是星海音樂學院 流行音樂學院成立的大日子 著名音樂人李海英老師 當選流行音樂學院院長 還流行大家校友齊聚舞校 我們圈女郎Suki 都是校友之一 讓她帶大家來看現場勝負吧 大家好 我現在就在星海音樂學院的六十華丹的現場 現場來了很多師兄師弟師姐師妹 我們一齊看看她對我們的 星海六十華丹有什麼祝福感 跟我來吧 其實我們拍這天拍得很長很長了 一直在等著這一刻 所以今天特別好是 也祝福星海 也祝福我們星海下來的流行樂學院 祝福王校六十華丹 三日快樂,投離門天塔 祝願我們母校 逃離滿天下 越辦越好,走向國際 宮中星海音樂學院 六十歲,三日 祝母校越來越輝煌 然後一場地越來越棒 我們中國音樂界 能夠培養出更多人才 是不是見到很多 我們之光頻道熟悉的面紅呢 晚上流行音樂系的音樂晚會 會聚了國內流行音樂界的 眾多喬佐和精英 他們中有早已功成名做的音樂名家 也有多年來在校任職 自知不倦的精英老師 還有活躍於國內各大音樂舞台的 年輕唱將 他們攜手為觀眾帶來了一場 精彩風情的演出 讓他們各自的音樂信仰 書寫母校六十年的光輝歲月 花的天到半夜 半夜飛到天陰 你讓天空深夜 我忘得前天 你讓我給我送你 誰坐在我為 十年書目 百年書人 祝福星海 十年書目 百年書人 祝福星海 十年書目 百年書人 百年書人 你怎麼了 沒甚麼 又是這樣 有甚麼事你就說吧 我有甚麼 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我不是你心裡的蟲 你不說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多關心我 留意我 細心我多 你就知道 小姐,我是海馬專員 你不說清楚,我又不知會推銷什麼產品給你 哦,我睡得不好 那我就幫你了 現在睡醒覺,身不醉錯 明明不用上班,都睡不到自然醒 明白,其實 可不可以睡到自然醒 和自身的生活習慣有關之外 跟我們上面的產品也有很大關係 這位小姐,是不是還在用彈簧重電呢 你怎麼知道的 我是海馬專員 但是,彈簧重電,睡久了會容易凹凹 有些質量差,更加會令你的肌肉緊張 那怎麼辦 所以,我會向你推薦 阿姐都超喜歡的,這款床電 海馬牌的乳膠質感床電 觸碳布料,防滿之餘,又乾爽 而且一面硬身,一面軟身 總有一面,適合你身水 哇,我真的比倫敦好 而且沒有彈簧,不怕生手 在睡眠當中,也多了一份舒心 床電都要試過才安心 所以,作為精明的消費者 一定要來到我們大型購物中心選購才是放心 當然,都要認準 我們中文海馬牌,英文試學 穿個桃紅色海馬圖形組成的logo 才是正品 小姐,喜歡錄卡還是現金 微信呢 你好像隔得太久了 而且手機好像是我的 本節目由海馬牌圖形雙標 特約播出 本節目由海馬牌圖形雙標 特約播出 秋林 為什麼你當年和人們表白的時候 說心和心之間最近的距離是擁抱的? 因為你是太平洞公主 雪花飄飄 北方向向 小姐 小姐 我們一起去學游泳 你為什麼要學游泳? 你問我和你 混將會中的 Honey 為什麼你當年叫人家學游泳? 因為我想一個新你落珠江 我想問你借些東西 幹嘛?借錢嗎? 我想借你的錢 Honey 我這陣子手套有點緊 我的手套也很緊 別想我借錢 你手指自己的信用卡 就是這樣 超級辣媽熱爆全城 一面是萬眾中獄的辣媽聖典 一面是如火如荼的地推活動 繼辣媽祥回見面會 潮流嘻哈街舞夜 受到觀眾的關注之後 近日在金沙洲萬達舉辦的 時尚辣媽感恩夜 和加州廣場舉辦的 辣媽文娃全家總動員 又再受熱捧? 你看活動現場 周圍都是人山人海 歡迎大家來到 三九少爺 我日二零一七 超級辣媽祥會見面會 之辣媽文娃全家總動員的活動現場 再次掌聲 歡迎各位 作為超級辣媽第一季地推的收官之狀 全爸爸又永全 就在加州廣場打響頭跑 即興表演出一段freestyle talk show 頭下的觀眾都看到拍爛手掌 大家知不知其實 這個姓氏專有名詞 姓任準確讀法是不讀任的 大家知讀什麼? 就是讀任 即準確讀任就好像說 你真的不要任 這個任 而一眾辣媽文娃帶來了精彩演出 行騷 唱歌 跳舞 彈琴 泱泱齊 這樣也未止 王娃Dudu還現場 介舞電音跳舞小王子羅俊永 珠光頻道藝人賀劍亮 馮博都帶來了好歌唱唱 表演真的好多 即連流汗都說忍不住要獻上扮野鬍和 大家平時看到流汗主持表演多了 但懂模仿四大天王表演唱歌的流汗 你又見過沒有 Koliniiiiii2 除了令人驚嘆蓮蓮的表演之外 現場嘉賓和觀眾朋友 還一齊參與遊戲互動 免費領取大禮包 開心之餘記住啦 鎖定12月1號晚上10點 珠光頻道超級辣媽聖典準時約定你 嘀?停工維修倫敦大笨鐘 為何會在廣州敲響的呢? 原來是廣州太古會舉行2017年亮燈儀式 現場還邀請胡向珍、莫奧欣等一班名嘴主持坐陣 微縮版倫敦景觀響設中庭的大笨鐘鐘聲 一派英倫風的場景有秩序感從眼前延展開來 這個鐘聲意味著倫敦慶祝新年度數的日子來臨 接下來的一個月 太古會將在營業時間內 每隔兩小時就響一次 快點來聽聽吧 2017 網易年度態度大賞活動 在北京演藝中心盛大開幕 作為中國最具權威性的三大年度大賞 今年現任活動舉辦的第四年 志在表彰在過去一年中 各個領域中最能表現時代態度的傑出人物 今年的網易年度態度大賞聲光吹燦 陳小春、應彩儀、莫文慧、吳尊、鄭柏妍、李甚、劉金宏 等等眾多演藝界明星 和行業精英色素亮相 閃耀紅地毯 並分別獲得了有態度的獎項 態度就是做自己喜歡的事 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是做一個比較獨特的 然後是擁有自己個性 擁有自己態度的這樣子一個人 今年網易有態度人物盛典 亦都是天后莫文慧的歌聲中落下周圍幕 期待更多有態度的明星 讓我們帶來更多好的作品 Amo 我更快 来发生意